想不到TikTok的保卫战竟然以这么西方的方式开打了 一周连出三招 一招比一招花钱 一招比一招狠的 特别是最后一招 第一招先是和环球音乐达成了合作 不用说花了几亿美元 拿出去了 搞定了不菲 欧美的传统媒体势力 然后就是请最好的历史和老美政府打官司 最狠的就是前天举办的2024MetaGala 这个可能对于咱们来说不熟悉 但是着实是这三件事里边最到位的 用咱的话说就是打到敌人内部去了 稍微说一下这个MetaGala 明面上它是一个慈善的派对 给大都会博物馆捐款 这个Meta就是大都会博物馆的简称了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派对 其实是整个欧美贵族上层最有影响力的活动了 你听我给你扯 不你听我给你说 这派对观历史就有70多年了 原来就是小范围搞搞也属于很高端的了 结果95年 这位叫着温图尔的姐姐成为了派对的主席 多说一句 今年的活动周寿之就是派对的名誉主席之一了 那这位姐姐是谁呢 这么说吧 全球时尚界 说影响力 她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有个电影可能很多人看过 川普拉达的女王讲的就是她了 罗奥古的杂志主编 老姐姐呢 直接就把派对做成了欧美名利厂上的顶级活动 甚至没有之一 这么说吧 有些人知道法国有一个叫做风马秀的 说是欧美贵族的活动 但是在Meta Gala面前就是个弟弟啊 国内都说她是什么时尚界的奥斯卡 我觉得还是低调了 咱就不说这派对了 顶级的明星来了一大堆 世界首富呀 国会议员啊 超级明星啊 都有 关键你想来还不一定能来得了 门票呢 你别看就区区的七万五千美元 哎呀 我是不是有点嫖了 七万五千美元 我竟然用区区这个形容词 好吧 对于那些人来说 确实是的 门票你是买不到的 是人必须要给你名额 你才可以花钱买 这只代表你可以进场参观 别急 还有宴会的票呢 就是你可以坐下来 假装吃点东西 和各界名流聊天 搞关系 需要多少钱呢 三十万美元 同样也是能给名额 你才有资格花这个钱 要不能说人会搞派对的 对吧 比如说你是夫妻来的 像这一次TikTok 作为主赞助商 周寿之和他的老婆一起来的 但是请放心 参加宴会 主办方会把夫妻安排在不同的位置 你要是有意见 说哎呀 我想和我的老公坐在一起 对不起 请出去 他们还不难用手机录像拍照 这些夜会的时候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不不不 比如说你是大富豪 或者说大公司想要排面 和主办方说 我给你钱 你给我安排一个桌子 五六个人坐一起 我要的一张桌子 不要单一的席费 行 三百万 当年呢 雅虎就花了三百万 一桌 整了两桌 邀请自己的客户和高管 同样前提是 你必须要我先给你名额 你才能花这三百万 当然 如果你是主赞助商的就好办了 但是你要想成为主赞助商得多少钱呢 你说 不差钱 对吧 瞧你说的 苹果有钱吗 有啊 16年 他为了成为主赞助商 还提前先花了几百万 在Walk杂志上 打了广告 才有这个资格 至于最后成为主赞助商呢 又花了多少钱 从来不对外说 反正少不了啊 这些年能赞助的 基本都是顶级品牌 什么 香奈尔呀 LV呀 范思哲呀 苹果呀 McQueen那啥的 好 这个时候有意思的东西就来了 咱刚才不是说TikTok是今年的主赞助商吗 是不是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欧美圈子的顶层立边了呢 要不然没有办法成为主赞助商啊 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战胜了Meta拿下这个主赞助商的席位的 前几年的主赞助商 硬是正是TikTok这些年在国际上最大的对手Meta的王牌APP 你觉得能赢Meta是因为多花了几百万或者几千万吗 那必然不是啊 他们家比TikTok还有钱好不好 而且又是在这么关键的抢市场的时候 那为啥呢 大家评评 更更有意思的又来了 就在上个月 美国国会要搞TikTok的那个法案不是通过了吗 Meta呢就开始行动了 那意思就是说 别烂TikTok去赞助了 他们不行了 取消合作吧 我们来吧 不差钱 甚至呢一度各种媒体还在解读说 哎呀这下TikTok有点悬了 毕竟从侧面上来看 Meta Gala代表的是欧美贵族高层的某种态度 结果毛线哦 维持不变啊 甚至整个活动期间呢 还在TikTok搞全程的合作 这是主办方当时的通知 活动前的红毯仪式 活动后的名人访谈 全部都是在TikTok上直播的 换句话说 人压根就不在乎 所谓的被封这件事情 你看看周寿之笑的有多好 对不对 认识这个跟他合影的人不 有部片子叫 了不起的盖茨比导演 大家发现没有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下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你可以相信TikTok 如果解决不了 那就是钱还没划到位 那是谁